哈喽大家好 本期视频的主角就是他 中山火炬开发区135平方的小别墅 房本面积虽小 但是它的实际使用面积却高达500到600平方 地面三层 地下还要两层 这样的别墅你们猜猜多少钱 视频最后告诉你们 玄关的这个位置可以做一个倒顶的鞋柜 放包包和钥匙 玄关进来是客厅 客厅看出去是下城市的庭院 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遮挡 过来这边是餐厅 餐厅的空间也是非常开阔的 可以放得下一个食人桌 一家四大人都可以坐得下 往里走是厨房 厨房的面积不是很大 所以他在这边做了一个补充 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设计是非常的鸡肋的 因为一楼虽然没有坐卧室 但是公共的洗手间还是必不可少的 出来这边还有一个休闲的小阳台 如果大家觉得厨房的面积稍微小了 可以往外扩充 如果觉得够用 也可以像样板间这样的设计 好了 别墅的一楼我们就看完了 我们到副一楼去看一下 别墅的面积虽小 但是这里它还是配备了一台 家用电梯 这样也可以补充一楼没有卧室的缺点 来到副一楼 这一整层都是休闲区 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按摩房和理疗室 平时工作累了 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全身SPA 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放个假吧 虽然是副一楼 但是它前后这边都有采光景的 这里是副一楼的公共卫生间 在这边它是做了一个客卧套房 这边是独立的衣帽间 还有化妆间 平时有亲朋好友过来做客的话 可以安排住在这里 卧室面积也不算小 而且它的采光也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一个小的天井 可以种上一些绿植 让你的卧室充满生机 别墅的楼梯设计也非常不错 利用中间的位置抓装电梯 而且是全玻璃透明的设计 既可以采光又可以使用 副二楼是娱乐层和车库 麻将房 酌球室 还有电竞房等等 都可以满足您的需求 别墅自带两个有产权的车位 再也不用操心回家停车的问题了 而且可以直接停到自己家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别墅就是有这个好处 功能分区明细 过来这边是酒窖 吧台 还有饮金室 节假日 可以邀约你的亲朋好友 过来聚聚 热闹热闹 也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我们去看看二楼的卧室区 二楼可以说是儿童居住区 设置了两个卧室的套房 和一个多功能的活动区 这个卧室稍微小一些 可以做男孩子的房间 因为男孩子的衣服少 又可以不用化妆间 空间刚刚好够用 出来这里是多功能的活动区域 可以堆放一些孩子喜欢的玩具 或者可以改成卧室 也是可以的 过来这边的卧室稍微大一些 可以做公主房 隔得出独立的衣帽间 也可以放得下梳妆台 进来这里是卧室的洗手间 干丝分离 每个卧室都配备有一个通风的窗户 一家人住这样的小别墅 其实要比大平成要好一些 您觉得呢 三楼自然是主卧的独享空间 一样可以电梯直达 门口进来 这个就是主卧的空间 放下一个两米的大床 还有非常宽的空间 出来还有一个小的阳台 有人说卧室的床 如果对折卫生间 这样的风水不好 所以用了一个小小的屏风阻隔 过来这边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它的空间非常宽的 再往里面走 就是独立的衣帽间 还有梳妆台 好了 揭晓比里 这个别墅只要400多万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收藏 加关注哦